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很想看你们的表演 希望看到你们的那种惊世骇俗的妙手 好 现在就进行我们的第六号十大妙手之六 请大家看棋盘 一看到这个棋行呢 相信我们的棋友 大家还是有很熟悉和这个温馨的这种感觉 确实是这样 这盘棋呢就是第五届英式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 决赛第三局的一个场面 这个决赛的两位呢 是中国的长浩九段 那么另外一方呢 是韩国的崔哲瀚九段 他们前两局呢 下成了一比一的平局 这是第三局 呃 长浩在这盘棋当中呢 是下的白棋直白 现在我们再来审视一下这个盘上的形势 呃 未定因素极多啊 呃 非常的非常的繁杂 左上角这一带呢 白棋啊 由于黑棋有个二路透点 这个生死情况也不太清楚 而围到黑白棋外边的这对黑棋呢 显然他也是还没有 呃 活得很舒服 关键是与他相邻的这块白棋 在黑棋外围啊 全部给他包围的情况下呢 这前景堪忧 至于右边这一带 那暂时看上去看不出什么头绪 右下角这一带黑棋活棋 白棋有点外事等等 左下角也是定视未完 总之呢 这个局势啊 就是当时在旁边关棋的很多 我们中国的棋友还有棋手呢 大家都感到 呃 非常的呃 怎么说呢 很压抑 因为都希望长浩能够一马平川呢 能够创造这个中国棋手在英式杯世界赛上的一个 一个一个新纪元 一个奇迹 问题是 现在的局势呢 比较吃紧 接着我们看 这就是我们05年十大庙手之六 实际上呢 这个庙手也完全可以评得上是 真真正正正的第一号 英式杯这个世界赛的意义很大 还有40万美金这个奖金数额很大 请大家看棋盘 实际上长浩九段下出来的就是这个蛙 就是生生的在黑棋的封锁网当中呢 给他撕开了一道口子 这个蛙 以下非常精彩的变化呢 都是由这个蛙开始的 接着我们再进行以下几招棋的回顾 看看他们实战的进程 这吹哲汉呢 实际上是叫吃 因为天元的叫吃仍然是封不住白棋的 实战当中他叫吃 长浩呢 没有马上长 他是先断打 他把黑棋看上去把白棋封住的这个外室当中的一些细节 已经透视的很好了 白棋这一叫吃 黑棋当然只能长 然后下一招棋 白棋再压 黑棋这个是命令型 只好再长 这会儿白棋再把天元的一个棋子 把刚才挖的这个棋子从天元位置上拉出来 现在上边黑棋出现了两个断点 已经不能兼顾了 黑棋实际上只能接上 接上的时候 白棋在很从容的把它切断 这一切断之后 黑棋下一招 因为这一切断 实际上这中府这三个棋经已经被白棋就吃掉了 这个挖的效果呢 就已经都出来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几招 黑棋实际上是从左边打入 白棋呢 下一招是鱼形的好手 是团这个 这个看上去不要以为这个棋谱记错了 因为如果我们能够稍微算几招的话 就会发现实际上黑棋有这个冲 这冲当然白棋棋经是已经把黑棋吃掉了嘛 把黑棋的棋经吃掉了 但是自己的这三个子呢 是救不回来的 所以长浩的这个鱼形团实际上又是为下一波的进攻 做一些准备 接着黑棋贴起来 然后白棋吃 把这个棋经全部吃掉 这块棋 胜利大逃亡 完全这个冲到了中府 而且形成了后势 当然以下呢 这盘棋还进行了一些精彩的进程 包括黑棋来点 给大家再摆两招 黑棋点 左上角悬而未决的问题 他想要 黑棋想要去对线 白棋一时半会儿呢 没有 没有在左上角硬 而是选择了从这一线来进攻黑棋这一块 最终呢 这盘棋的结果呢 是长浩把右边这块黑棋全部吃掉了 然后以下还有非常多精彩的场面 在这呢 就省略不提了 总而言之 我们05年十大妙手之六 就是这个挖 凌空一挖 然后呢 胜利打他挖 长浩的凌空一挖 就像是在天上挖出了一个窟窿 结果呢 靠着这一挖以及以下精彩的表演呢 是长浩获得了英式杯决赛第三局的胜利 从而以2比1领先 最终的结果呢 是长浩在决赛当中以3比1击败了崔泽翰 夺取了英式杯 也夺取了40万美金 好 现在我们就看我们的十大妙手的下一个 接下来请大家看棋盘 一看到这个盘面呢 我们的棋友啊 肯定又要感动了 又是一番愉快的回忆 这盘棋呢 是第十届LG杯世界棋王赛半决赛的棋局 对局的双方呢 黑方是我们中国的古力棋段 白方呢 是韩国的李适十九段 李适十当然已经拿了好几个世界冠军了 是非常优秀的韩国的棋手 可以说是代表人物吧 好 我们现在就看盘面 盘面呢 刚才说了又是一个愉快的回忆啊 右上角这一带是黑棋的空 把白棋吃花了 那么右下角这一带呢 一直连到整个右边 看上去也是黑棋啊 全部贯通啊 只要把这个子拉出去 好像就全部都是黑棋的空了 全村都连成了一片 但是呢 这边黑棋是已经牺牲了 左下角黑棋可以活 但是下边这还有个结 如果中府这一带 要说他的未知的话呢 简直是一个没有结论的东西 就是浩瀚的一片海洋 究竟发生什么事 谁也不知道 这个结征的前途如何 不知道 用再先进的计算机电脑来运算 每秒一百亿次的都不行 算不出来 所以这个局面呢 非常混乱 但是接下来 李适时下的一招棋呢 可谓是妙手啊 也是我们推出了 十大妙手之七 而且呢 这个妙手可谓是 苦涩的妙手 好 现在我们铺垫完了就看 实际上呢 白棋李适时 是在棋盘的右边二路托 这一招棋呢 真是非常精妙 就在我们都以为 白棋这几个子棋又紧 这个又没有活动余地 在这个空间又狭小 已经死定的情况下呢 白棋这个二路托啊 是起死回生的妙手 确实这个是他的妙手 我们接着看 以下的进程是 黑棋鼓励 当然就是搬住 白棋下一招恰到好处的扑 这又是一个妙手 黑棋只好提掉 白棋再从这挤 马上要追杀接不归 黑棋呢 只好接上 接着呢 白棋再到一路边搬 他保留这个叫吃不下 随时都是他的权利 他保留不下 而直接来搬 这个是确实非常精妙 接着呢 黑棋这个弯弯绕 先出头 白棋不依不饶 紧紧地顶住他的头 然后黑棋 最后没有办法之后叫吃 白棋再绷着一叫吃 可不是吗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结 这就形成了一个结 这个结呢 当然黑棋待一会儿呢 他是实在太着急的时候可以吃这个结不归实战后来也是这样下了 那么白棋先手拔掉 在右边白棋的战果就是先手留下一个打结活的可能 所以确实他是拖了这个二路拖这一妙手的福 不过呢 为什么说这个地方他这个拖是个苦涩的妙手呢 就是说局部这是李世时非常漂亮的一个妙手 但是从全局招演 因为世界上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白棋这以下的下法呢 他没有想到反而他是亏损了劫财 刚才很有可能 因为现在这个局面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结论 刚才很有可能白棋这个局部的妙手 这招棋以及以下的变化呢 还是应该先处理这个结征 而这一代的白棋的下法呢 可以作为白棋的结财 如果这样下呢 这盘棋就确实就是 也可能是另外一回事 最终呢 这盘棋的结果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 是鼓励非常漂亮的击败了李世时 就是刚才表演了精彩妙手的李世时 从而呢 与陈耀叶 另外一位我们中国的少年的优秀棋手 他们在第十届 二级别世界棋王赛的决赛当中 胜利会师 鼓励的胜利呢 使中国棋手又一次 在世界大赛的决赛舞台上的会师 如果这个日历望前翻的话 那是在95年的时候 当时涅马在东洋证券杯世界大赛上会师 总之是愉快的记忆 下边呢 我们就看本次这个妙手序列的下一个 请大家看盘面 这是妙手之八 这妙手之八呢 取材于第十届LG杯世界棋王赛的预选赛 那么对局的双方呢 一位是韩国的朴炳奎 这是一位名字 我们的棋友可能不太熟悉的 这么一位年轻棋手 他的对手呢 是我们中国大名鼎鼎的王磊八段 王磊呢 是直白 好 下边我们就看看盘面上的情况 由于没有出现 似乎没有出现特别的大坎大杀的场面呢 看上去盘上的这个形势啊 世界上的形势呢 是和平的 歌舞升平啊 那么就是要收官咯 总的评估呢 全局形势是直白的王磊 形势呢 稍稍领先 稍稍占优 所以王磊八段有可能呢 是能够 以这盘棋的胜利呢 就进入LG杯世界棋王赛的本赛 但是 确实韩国棋手啊 不管是年长的还是年少的 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 他们对于这个棋的 凡是具有进攻性的 有些棋型的这个敏锐性啊 确实比较强 我们看看下一招棋 是被评为这个妙手的 就是棋盘的右下角 黑棋这个二二的点 从白棋中间这条大龙的情况来说呢 因为这个地方白棋有半只眼 他下一步一走就是一只铁眼嘛 所以他有半只眼 这有半只眼 这个地方有半只眼 脚上呢 肯定是有眼的 我们大家一看这个形状就知道 肯定有眼的 所以呢 就觉得白棋的死活是没有问题 但是呢 韩国的这些棋手 他们确实 尤其是在形势不力的时候 他们的招反呢 就更加入目三分 这个点呢 确实就是不错的 那么接下来的变化是什么呢 本来呢 白棋如果要做活的话呢 实际上团这个 是可以做活的 但是如同我们刚才所说到的 这个全局形势 它是什么呢 是白棋确实领先 但是并没有到你就 就已经 赢到赢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 如果接下来是被人家这样搜刮的话 这个棋是受不了的 这受不了 你这还要做活 那这个经过这个禅食 这个棋就不一定了 所以呢 看上去挡下来是一定的 但是挡下来之后呢 确实以下的变化呢 有点出乎王磊的预料 黑棋接着是斑 当然了 以下的变化的展示呢 主要也给大家说明这么一个道理 在围棋盘上呢 有的时候你能发现一招手精 一招妙手 这很值得祝贺 不过呢 仅仅如此还是不够的 这妙手下到盘上之后 还是需要别的手段来完善它 好 黑棋斑 白棋叫吃 黑棋 叫吃 白棋提掉 黑棋再叫吃 好了 下成这样 这块大龙啊 居然成为打结活了 这个可能是王磊八战 没怎么注意到的 他本来可能是以为 如果简简单单的可以做活 他是觉得这个胜利是有把握的 不然的话 在此之前 王磊肯定会有所准备 不管怎么说 我们看看 他这个变化就是 如果你要街上呢 人家一吃 你在一街上 最要命的是 这个眼破掉之后啊 下边这个地方 白棋啊 他要做两只眼 居然是不行的 因为黑棋 这还有一个妙手 他还藏着一个妙手 本来这一拖 一粒倒是眼味够了 这还有一个妙手 这一家 你一吃一吃一提一接 可不是吗 你连不回去啊 如果你仅仅是挡住 他叫吃 你提掉 他在上边一破眼的话 这仍然做不出两只眼 就这个地方呢 我觉得可能是王磊啊 他是有一些误算 所以实际上这盘棋呢 真的是这块棋 变成白棋 是打结活了 当然这个王磊的形式就不行了 最终呢 王磊输掉了这盘棋 没有能够进入本赛 而黑棋这个二二点 请大家也要有这样的 怎么说呢 记住这样的棋型 在这个小尖的腰眼上这一点 或者说在真眼或者假眼的腰眼上这一点 经常都可能成为妙手 这十大妙手呢 是总共都选出来了 但是就像刚才给大家说到的一样 实际上就一盘棋而言 光有一个妙手 哪怕是一个局部 光有一个妙手 其实还是不够的 你不能下完 这个妙手就不下了 所以还要靠别的辅助手段来 这个完善或者实施 或者贯彻刚才那个妙手的意义 好 现在我们就来看我们的十大妙手之九 请大家看棋盘 这个这盘棋呢 也应该是我们的棋友 大家非常有亲切感的一盘棋 这是在第十八届 富士通碑世界围棋职业赛 这个比赛的第二轮当中的一盘 当时呢 下这盘棋的时候呢 这盘棋可以说是第二轮当中啊 最受关注的一盘 当然说到最受关注 我们就能够想到对局的双方 都是大家非常关心的棋手 没错 直黑的一方 就是号称当今世界第一人的 李昌浩九段 而下白棋的这一方呢 是不折不扣的中国棋手当中 排名第一的古力棋段 因为古力呢 他在中国职业棋手 这个等级分的排列上呢 已经是很长时间 是保持了第一的这个地位 所以古力和李昌浩的对局 毫无疑问是引起了大家的浓厚的兴趣 确实呢 这盘棋古力也下得特别的好 李昌浩 他完败一盘棋的这样的时候不多 这盘棋呢 就是这种不多的例子当中的一个 好 现在我们该看看盘面的形式了 右边这一带呢 是李昌浩的新卫加单关脚 让中间连成片了 这个地方黑棋的形式是不错的 但是它是否是可持续性发展的这个形式呢 还很难说 还值得研究 白棋的左边这一带呢 是一个三连星 但是虽然后称古力流的三连星吧 但是这个三连星呢 看上去呢 现在也不是特别的壮 为什么呢 很明显 现在轮着白棋下 很明显棋盘的左上角这一带呢 白棋还欠一手棋 如果白棋有机会把这个挡住的话 左边一带呢 还可以下下人 虽然黑棋也有三线的打入 总之 左边是白棋的三连星 但是不太完善 好了 然后就是棋盘的下边 下边这一带也不是很清楚 双方似乎也没有 你死我活的斗争 也没有这个 那么接下来白棋 究竟是怎么下的呢 那么下一招棋 就被评为十大妙手之九 这招棋呢 实际上古力是下到了这个顶 顶鼻子 下到了这个顶 那么这个顶呢 它是什么意思呢 很显然 它总的意思呢 是想 它的意思呢 是想安顿这一块白棋 那么安顿这块白棋 它的战略意义在哪里呢 我们要把 就是说要认识到古力 这招棋 它的意思啊 对于理解 为什么把它评为妙手呢 还是有 有直接的帮助的 那么它战略意义在哪里呢 就如果这块白棋不好的话 我们可以放眼全局来看 如果这块白棋不好 那么你就很难放手 对黑棋这块正式啊 进行打入也好 浅销也好 进行直接 这些手段的这个 呃 施放 很难 如果这块白棋能够活呢 那么右边这块黑棋的正式啊 它坑 那它肯定 根本就不是 可持续性发展的 这么一个形式 所以 我们就可以理解 古力这一状啊 它的 非常好的意思了 接下来呢 一般的看法呢 黑棋应该是四线盖住 那么白棋鼓励呢 这会儿 这会儿的二线爬 不是屈辱的行为 一点都不难受 它是从呃 就是说从下边打地道啊 把敌人的炮楼 全部给它掏空了 呃 而且自己还有眼位 同时还横着这两个子 所以白棋只要爬回来 它就完成了 它的战略意图 这块我走好了 然后你这块甭想发展 呃 那么我们这个棋呢 至少就是军事 所以这道棋很好 但是接下来的变化呢 还必须要给大家说到 为什么呢 因为它一个妙手的出现呢 并不是说有了这个妙手 这盘棋就赢了 它还需要有后续手段 接着我们看 李昌浩九段 它的表现也是非常的好的 拐 当白棋在这顶鼻子的时候 黑棋拐下来 看上去呢 明显是过分的 因为接着白棋下一招 从这一藏上去的时候呢 呃 应该说黑棋这个形状 是比较烈的 但是呢 李昌浩下一招棋 迎头一班 这又是好棋 迎头一班 它背后有什么内容呢 它背后就是如果你要从这拐回来的话 接着黑棋 还有这样的手段 呃 请大家注意 这个手段很吓人啊 千万不要小看 这个手段下成这样之后啊 出突然出现一个很幽默的问题 如果你不想让黑棋 全部吃掉这三个子的话 那么对不起 您要结成一个板凳六 加两边出头的一个超级大鱼形 同时 只有一木棋 同时一只眼都没有 整体是 大鱼形 是一个孤棋 一条白龙 那黑棋这块可不是 你哈哈大笑了吗 所以呢 这个是黑棋设下的一个陷阱 那么 他搬 如果你不能拐这个 那么你走什么呢 你走什么呢 下一招黑棋 捅起来就把你这两只吃掉了 所以实际上这个地方 李昌浩拐下来之后 先拐二路再搬天上 这两招棋呢 也是非常精彩的组合啊 非常漂亮 这个就像说书人一样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我们弹剑 鼓励的白光一闪 他又搬到这儿来了 就这招棋呢 可以说是 虽然没平上 但是堪称是妙手 这盘棋的妙手之二 就这招棋啊 投石问路 时机恰好 早一点呢 损了 晚一点呢 走不到了 多一分呢 胖了 少一点的瘦了 他就是这么一招棋 妙手 他的意思是什么呢 如果你要提 如果你要提 那么白棋在这一代 就会选择某一个方式的屈服 比方说这个 屈服 关键是你提完这个之后呢 你突然发现 怎么待会白棋一退啊 宁这块棋变成了 一木棋和一只假眼的一条龙 而你有这条龙呢 白棋这个假三连心 刚才我说这个虚张绅士的三连心啊 现在可不是可以借势发展了吗 白棋变成可持续性的发展的这么一个格局 所以明显不行啊 那么你一提是不行的 你提这块棋半死不拉活 半生不随不行啊 那怎么办呢 李昌浩没有办法 他只好在这尖 局部白棋这个班损了 损了关子了 不然呢 本来倒是有这个跳 但这个跳呢 倒是黑棋不怕 他只要把这个眼团上就行了 你从他再一冲一接 他这个棋行呢 稍微亏一点关子 死活没问题 所以白棋这个班呢 本身局部倒是在这儿呢 有点亏关子 但是他的妙位是 换来了白棋的下一手棋 他可以在这加 他可以把刚才李昌浩意图弃子 然后来整形取势 欺负白棋等等 总之他这个棋子呢 就完全没有意义了 白棋鼓励加下 为什么呢 我们的棋友说 这一段不是照样送你一个大包子吗 但是又是在你刚刚断这招棋的一瞬间 他先给你来一下 一看到这儿 我们大家终于明白了 一提他再吃 你蛮以为你想吃他什么 我这吃不是还是可以接回去吗 殊不知呢 人家白棋下一招不接 人家从背后吃你接不归 白棋不是大鱼形 他是整个有石木棋的一块铜墙铁壁 一块铁可以说 因此呢 经过了这个交换之后 白棋换来了 他只要愿意随时都可以在一路叫吃的这个先手 他就使他这个挡下来 把刚才李昌浩想要作为弃子的棋 他是把它全部吃了 所以下成这样呢 可以说这两个妙手的组合 这个使鼓励在这一线 就占据了上风 其实呢 可以说 从全局的这个范围内 来看呢 白棋也是占了上风 接下来我们看看李昌浩这个处理呢 仍然是很出色的 下一招棋 李昌浩呢 就是把损失降到最低 从这贴下来 白棋呢 当然这个头一定要拐 这拐了脚上的味道不一样 黑棋呢 李昌浩是牙一咬 再多送一个吧 应该说呢 这个是不得已而为之 但是也很精彩 白棋切断 然后黑棋下一招搬 黑棋下一招搬住 白棋叫吃 就这一般的时候呢 可以说给鼓励呢 是出了一个考题 当然鼓励最后呢 就是他就认了 他就在这叫吃 就把就把直接把他吃掉就行了 那么李昌浩给鼓励出了一个什么考题呢 其实后来这个考题还出了一点 还是产生了一些作用的 就是现在有一个神仙都不知道的问题 白棋这个叫吃 是该吃还是不该吃 这个真是谁也回答不了 如果你先吃 他接上 那么你再吃这个好了 你不然将来你吃掉这个 你吃不是可能来不及吗 那么你先吃呢 又可能失去变化 将来脚上 无论是碰还是拖 以及渗透到这边的时候 这下巴会有不一样 如果你不吃呢 后来鼓励就是因为他保留变化嘛 大概也是和李昌浩这样的大高手对局吧 更容易激发自己的创作灵感的缘故 同时呢 使自己想要把其下的更好的这种 这种动力更大的缘故吧 鼓励还是选择了保留 我们知道在维系盘上 如果用语言来形容的话 就是你把所有的变化都走死 和你把所有的变化都留有余地 这两者相比呢 我现在想到的一个 也许不太恰当的比喻就是 你保留变化的这种下法 品位会高一点 我们的旗友也可以不同意我这个评价啊 一般说的是这样 那么鼓励呢在这就选择了一个品位高一点的下法 就是直接在这叫吃了 但是不管怎么说 下成这样的定型啊 确实是鼓励获得了成功 最后呢 甚至在左边这一带到黑棋去打入的时候 白棋鼓励还 这个居然下到了退守一步的这种下法 当时呢评价非常好 就是说我们大家想是不是扎钉本来就可以了 他还要退一步 这招棋的意思是使自己的阵地更坚固 使敌人打入的这个棋子 如果他不回家的话呢 他变得更重 这样使白棋作战的时候呢 更有利 说到这话题要收回来了 现在请大家再回想一下 刚才鼓励的这个顶头 以及不时时机的这个班 他的妙位 这就是我们十大妙手之九 看过了古力和李昌浩他们的故事呢 我们再看另外两位明星的故事 这就是我们十大妙手之十 这个围棋界啊 对我们棋友来说 这些风流人物 英雄人物很多啊 一时多少豪杰啊 那么现在大家看到盘上这盘棋呢 是05年世博会 特别的一个 世博会期间一个特别的节目 这就是中日围棋对抗赛当中的一盘棋 对局的双方呢 一方是马小春九段 我们大家都非常喜爱的一位棋手 另外一方呢 也是一位我们大家非常喜爱的棋手 他的大名呢 叫武功正树 如果我不告诉大家 这盘棋谁的先手 谁的后手 我们各位能够猜出来吗 请大家审视这个盘面 很显然啊 现在白棋所处的形式叫什么呢 一 二 三 四 然后这还有块棋 白棋的这个格局啊 堪称是四脚穿心 说到这儿 我们棋肯定就会一乐啊 是啊 你想想武功正树九段 什么时候他的棋有四脚在穿心的时候啊 那很显然 这黑棋的一方肯定是武功正树 确实 这盘棋就是武功正树九段用他的大模样作战 他惯用的宇宙流作战 然后马小春九段也是用他所这个喜欢和擅长的先夺取实地 然后漂亮的铜锣 把敌人的空都给他卷光啊 然后取得最终胜利 也是这样的行棋模式 由于白棋已经有四脚 所以白棋的实控呢 肯定是领先的 右上角这一带呢 还有一个吃两个子的可能性 现在呢 可以说武功正树啊 就被逼到了绝路上 但是逼到绝路上一看呢 确实也是这块中辅的白棋啊 实际上是吃不掉的 我们看看 照一般的看法嘛 这个缩小眼位 刺 接上 再一团 再一接上 这个很清楚啊 你就算断进来 白棋下一招就接在天元上 不是一个双活吗 这是直三两边 都有空有一口气啊 这是很显然的双活 所以呢 白棋看上去是活棋 实际上对局当中呢 在此之前 马小春九段也是认为 这块棋呢 就是活棋 所以呢 他刚才下的一招棋呢 就是这个二路飞破空的棋 如果不是这样呢 当然这个棋局的情况就会不同 如果不是这样呢 我们05年的十大妙手之石 究竟选另外的什么样的棋呢 还得颇废心思 好 说到这儿呢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盘面 实际上呢 05年十大妙手之石的 这招棋就是武功正术的下一招棋 在挤压空间的时候 他再深入一步 直接挖进去 这招棋是妙手 这个真是非常棒的一招 实际上在武功九段的对局当中 由于他习惯于大模样作战 宇宙流 所以他呢 经常会出现杀大龙的这样的格局 像什么过去的日本旗舰的 这个加藤正夫啊 赵志勋啊 这几位大高手 他们的龙都不知道被武功吃过多少条 现在呢 武功居然又来吃马小春九段的大龙了 下一招挖 我估计啊 马九段当时看见这招的时候呢 也有点瞠目结舌的感觉 他可能没有提防到这一招 接下来的变化怎么样呢 我们再往下看一看 黑棋挖 当然你这个白棋一定就是要把它吃进去了 叫吃 黑棋这边有一个挖吃 伸出这个挖吃非常重要 这个挖吃就破坏了白棋在里边的眼位 下一招白棋提掉 黑棋在下一招接上 这个虽然是鱼形啊 像一个闪电的标记一样 这个鱼形 但是现在他是卡住了白棋的眼位 紧接着 这又伸出一个筒吃 这伸出一个卡眼 这个一卡进去 当然就白棋在这一线 由于黑棋太厚 他实在是做不出另外一只眼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马九段的这个抵抗 实在没有办法 就只好先小心翼翼的做这只眼 这个地方看悬崖峭壁上 能不能够凿出一个眼位 作炎 这一作炎的时候 武功战术干脆就把这个也吃掉 这招戏本身目数也大 本来白棋街上如果算目的话 白棋二四 这个白棋有六目 现在呢变成了黑棋的 黑棋的大概六七目棋 本身已经是接近十五目了 很大 吃掉 但是白棋如果能够做活 那这个就是胜利 我们接着看白棋下一招靠 积尽全力的腾罗 黑棋下一招不动声色 武功正术就单拐 他说你反正靠在我的墙壁上 我也不怕你 就直接切断归路 白棋下一招搬 不能让黑棋这个力是先手 同时呢 跟这一代的气啊 还有点关系 搬 这就是以下的过程 黑棋在搬断 这会儿武功在搬断 应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武功正术九段 他可能比较得心一手了 因为刚才嘛 这个马小村九段 把人家逼得太急了 你就把这个中间做活 不就完了吗 抢得太厉害了 那么武功只有一条路啊 划上一条路啊 只有车啊 没有别的 所以他反而得心一手 白棋下力 现在当然黑棋是只能 吃大龙 吃大龙这一条选择了 这一条路了 不过说起来呢 刚才马小村九段 为什么要抢那个空呢 他不抢空 把大龙补活不就行了吗 我觉得呢 这个也是啊 他们老对手之间 大家非常了解 而且呢 都是盘上的艺术家 就是他认为 我这块其实活的 我不用补 那么就算我补了 就赢了 我也不补 可是呢 在这确实 马九段就出现了疏忽 结果武功正术 也是所谓漂亮的凌空挖镜 这一挖 这个无是生非 制造出了一个假眼 好 下边我们看 实际上黑棋 武功是断吃 那么白棋呢 马小村下利 这个是最后的几招棋 黑棋再把这个接上 黑棋接上 下一招白棋冲 黑棋一双 好了 下成这样之后呢 实际上白棋这个断 也断不进来 这个断了 黑棋还有冲 还有叫吃 另外这个接也没有用 人家可以连上 你这个接也不行 黑棋连上 这个断点也不存在 没有撞紧气 不存在 所以下成这样之后呢 实际上 马小村九段呢 他就投资认输了 当然这个后边 这个过程 那是摆给大家看看 实际上最有价值的是 这个挖 刚才这个挖 到这儿呢 我们05年的十大庙手 就介绍完了 06年就看我们广大 起有你们自己的表演了 希望看到你们的庙手 到我们这儿来 大家交流 谢谢